我们第一道菜今天做红酒煮苏梨 红酒煮苏梨 这不光水果入菜 这更混搭了 沙锅中倒入干红葡萄酒 加适量的红糖石榴水增加一点酸味 放入适量冰糖 然后点火 下面放到冰糖 要不停地搅拌 否则容易粘锅 红酒煮沸之后 下入消好的苏梨 小火慢炖 煮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红酒中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 有养颜抗衰老的功效 而苏梨中果胶含量很高 不仅有助于消化 同时还是滋阴润肺的佳品 香甜脆爽的苏梨和红酒一起炖煮 果香与酒香和谐交融 色泽鲜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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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鲜鲜 打开